今天我们学习一下 副神经与胸所属毒基和斜方基的关系 那么具体的内容你可以点击上方的视频 关于斜方基它的内容 我们其实以前也讲过 斜方基是一块面积比较大的基础 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 它的辅着点 大家可以翻看以前的视频 或者自己去学习 那我重点想分析一下它的解剖学的内容 重点想分析一下应用解剖学的内容 就是这块肌肉容易损伤的原因 我们分开来讲 上中下这三部分 上方斜方基容易损伤的原因 是由于上方斜方基 它有稳定颈部的作用 因为它在颈后和颈的侧面 有稳定颈部的作用 就意味着它的负荷比较大 我们白天长时间的头颈部的负荷 都需要上方斜方基来发挥作用 再有一些下肢长度不同 骨盆高度不同或者是高低 骨盆的时候 或者出现高低肩也会计发这块肌肉的 肌长力增弱 还有一个就是上方斜方基会在运动模式 紊乱的时候出现损伤 比如现在给你个水杯 我们正常标准的姿势 或者说比较节省 效率比较高的姿势 是前驱 90度 或者说前驱一定的度数 把这个杯子拿上都可以 主要发挥作用的是胸大基和前方的三角基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是先耸肩再驱肩 那么这个时候 耸肩就是上方斜方基来收缩 因此上方斜方基又 使用了更多不必要的作用 那这个时候它的负荷也会增加 这是上方斜方基损伤的机 那么还有一个是中部斜方基 中部斜方基 中部斜方基 它的肌消音方向和它深层的菱形肌 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功能和菱形肌的功能也差不多 这块肌肉容易损伤的因素有 第一 上臂如果出现前驱 也就是圆肩这个姿势 容易牵拉到这块肌肉 导致它的损伤 那什么时候出现眼睛 举一个例子 比如胸大肌 痙磷导致圆肩 这时候会导致它的损伤 下方斜方基损伤的因素有 第一个 下方斜方基 会在这个人体伸手向前 过度向前前驱 或者是手部支撑下巴 长时间这个姿势 会导致下方斜方基的损伤 那么再有一个 下方斜方基和前方的胸小肌 它对于肩胛骨来讲有节抗作用 因此如果胸小肌痙磷就会牵拉到后下方的斜方基 导致后下方的斜方基损伤 所以有后下方斜方基损伤的病人 一定要检查前方的胸小肌 那么斜方斜方基另外一个损伤的因素 大家想一想斜方基分为上中下三步 上方的斜方基收缩可以使肩胛骨内上 下方的斜方基收缩可以使肩胛骨内下 那么因此如果上方斜方基积张力增加 将肩胛骨向上提拉 这时候也会牵拉到下方的斜方基 所以如果一个人上方斜方基损伤 颈部疼痛 一定要检查下方斜方基 为啥 它一般会伴有或者激发有下方的斜方基的损伤 这个图你要结合第一个图来看一下 这三块肌肉分别是上方斜方基 它是一个简图 上方斜方基收缩可以使肩胛骨上回旋 什么叫上回旋 你现在把你的手举起来 这时候肩胛骨这个旋转的方向就叫上回旋 而上方斜方基收缩就可以使肩胛骨上回旋 再看下方斜方基 下方斜方基附着在肩胛杆上 它收缩其实在肩胛杆的上方作用力 所以也可以使肩胛骨上回旋 那第三个肌肉是前聚集 它的辅助点在肩胛骨的内侧颜 以及肋骨的侧面 所以收缩也可以使肩胛骨上回旋 这三块肌肉都可以使肩胛骨上回旋 比如我们现在外展肩关节 或者是举手过头顶 那么都需要肩胛骨的上回旋 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不运动低头这样的姿势 导致的结果是上方斜方肌 肌力还可以 而下方斜方肌和前聚集 和前聚集 肌力一般是比较低的 这个时候上方斜方肌的负荷就会增加 因此上方斜方肌更容易损伤 那因此上方斜方肌更容易损伤的患者 这个时候要锻炼和激活前聚集 和下方的斜方肌 回答一个问题 斜方肌中部这个地方的层次有哪些 那么从浅入身分别是皮肤 皮下浅筋膜 深筋膜 再往下是斜方肌的中部 斜方肌中部掀开以后是菱形肌 菱形肌再掀开以后是上后聚肌 上后聚肌再往下是竖肌肌 竖肌肌再往下 那就是横秃和急秃 这之间的一些小的肌肉 层次大致是这样 今天的内容到此一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判断